但如果像你们如果出去玩的话 一般都是怎么分工的夫妻 所有东西都是我负责订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他只要出席就好了 订人啊 上完档旗然后就是跟他讲 几点钟离开家门 就可以 那你他会 就是评判你的那些决定 他不可以 不能够 他以前就是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碎碎念 就比如说吃这个 我觉得一般呢 那我就很不爽 那你订啊 你有本事你订 因为其实旅行选餐厅很难 然后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那种 就是应用程序 上网找餐厅 但有些也是假的 或者是我很喜欢 我还没有吃完 他先买单 就是有点催你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很没有礼貌 我就没吃完 你凭什么就买单了 我就这样子 我好像不要吃 大家都不要吃 现在我还没有想他都不敢动筷子 就是